2017一定要得 泛民主派又得不得呢 政界有不同的说法 心动不如行动 本台的《新闻极客》向选委做了调查 Philip 你过去两个星期应该都打了不少电话 是的 Joey 我们访问过100个选委 如果政改方案通过 提名委员会会怎样运用手上的提名票呢 虽然泛民未能入习 但就应验了另一句 政界私下游说支持政改的口号 就是政制向前走 踢走689 行政长官梁振英得到的出习提名 就少过梁錦松和叶刘淑仪 100名受访者当中 只有37人愿意提名他 按比例计算 连689票都没有 我们就分析过调查结果 在建制派的选委里面 愿意提名梁振英的选委 跟愿意提名叶刘淑仪的是一样 但都比梁錦松为少 也有2012年的时候支持梁振英参选的人 受访时候就不愿意再提名梁振英出习 而令到梁振英的提名票落后于另外两名建制派候选人的主因 其实就是在于泛民的选委 部分的泛民选委虽然愿意支持一些建制派的候选人出习 但最少人就是选择梁振英 见到就是在没有黑材料和北大人的指示之下 梁振英目前要出习都有点难度 泛民的无意候选人方面也有出乎意料的结果 虽然梁振英和逢检基在调查的结果之下都没办法出习 但2007年落场跑过马仔的梁振英 得票落后于2011年泛民初选中落败的逢检基 两个人得票的差距主要就是在于 愿意支持泛民出习的建制派选委当中 大部分人其实都选了逢检基而没有选到梁家杰 票数的差距达到一倍那么多 根据我们调查时候的了解 部分人是自行分辨京官口中所说的死眼派和泛民朋友 也有人解释逢检基是因为技术性提名 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泛民还是建制派的选委 都有人提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最多人就是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林郑月娥 虽然林郑月娥经常都说 做完这一届就会退休 但很明显连手握大权的选委都不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